上个星期玉里镇内发生一起酒驾肇事逃逸事件 造成一死一伤 玉里警分局分局长黄敬尧 他针对全民酒驾零容忍的共识不断的努力 不敢松懈 加日期间也规划了取缔酒驾勤务 在荣誉肇事热点路段 针对可疑车辆加强拦盘查 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取缔了12件的酒驾案件 就在上个礼拜 玉里镇内发生一起酒后驾车肇事逃逸事故 造成了一死一伤 玉里镇局长黄敬尧 对于全民酒驾零容忍的共识 仍不断的努力也不敢松懈 在假日期间规划取缔酒驾勤务 在荣誉肇事热点路段 针对可疑车辆加强拦盘查 截至目前已经取缔了12件的酒驾案件 本分局辖区有发生酒后造势之时的交通事故 因此在宣导以及执法的频率以及力度都会有所加强 玉里镇局贯彻酒驾零容忍的目标 特别针对酒后驾车部分严格实施防治 来降低酒驾肇事的风险 也在此呼吁喝酒后绝对不能驾驶交通工具 以确保自己以及他人的行车安全 玉里分局黄敬尧表示 玉里分局将持续规划绵密勤务 尤其以夜间至深夜时段赴起聚安维护工作 并且针对玉里镇内容易饮酒资室等娱乐场所 采取零检扫荡 并且持续取缔酒后驾车行为 宣示玉里分局远景强势执法决心 记者高雄上遇见采访报道